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猛料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 但爆料人是美国传奇记者西摩·赫什 他曾获得普利茨奖 根据赫什的说法 这次由俄乌军方所主导的谈判 没有经过泽连斯基授意 是由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和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牵头组织的 赫什说 无论泽连斯基是否同意 对局势不会有任何影响 因为泽连斯基已被告知 问题不是由他解决 而是由乌克兰军方解决 无论有没有他 前线的谈判仍将继续 如果赫什爆料属实 那么泽连斯基无疑于遭到军方政变 爆料说 谈判双方一致认为 战争处于僵持状态 再打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普京也同意在和谈之后 根据军队驻扎地点确立边境 双方讨论俄罗斯将保留克里米亚 以及目前俄军控制的领土作为两国边境线 作为交换 俄罗斯也要退一步 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 前提是 北约不得在乌国境内 部署部队和非防疫性武器 赫什指出 这个谈判条件 遭到白宫和泽连斯基的极力反对 认为这项协议将会背离民意 危害乌克兰的国家自主权 赫什直言 这是扎鲁日内精心策划的行动 传达的讯息就是战争已结束 他们想要退出 因为如果战火继续下去 将会毁灭乌国下一代公民 扎鲁日内与泽连斯基的不合 近日浮上台面 扎鲁日内想从前线撤军重整 但遭泽连斯基否决 挺泽连斯基的国会议员 呼吁剥夺 扎鲁日内的兵权 但遭到国会否决 上周有媒体报道 泽连斯基试图架空 扎鲁日内 下令各地区首长 停止与扎鲁日内的一切联系 从目前局势看 正如扎鲁日内所说 现在的战场局势就是一个僵局 俄军乌军都处于一种防守有余 而进攻不足的状态 目前乌克兰军队的人力和武器弹药 都出现了严重的匮乏 乌克兰面临着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西方似乎疲倦了 西方对于乌克兰的战争迟迟不能结束 已经疲劳了 美国新一财年 对乌克兰军员在国会遭遇共和党人卡关 斯洛伐克甚至直接表示 不会再援助乌克兰 泽连斯基也意识到 西方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高峰期 可能已经过去了 未来乌克兰也不知道 还能获得多少西方盟友的援助 而在俄罗斯这篇 普京最想拿到的就是 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 加上这些地区 因为缺乏天然障害 也就成为俄军反攻的主攻方向 俄军近期对顿巴斯的阿夫迪夫卡玩命反攻 但实质亲事依旧没有突破性的消息 所以现在的战场 俄军与乌克兰都没有压倒性的优势 这场战争的终点 其实就只剩下走向谈判桌这一条道路了 当年朝鲜战争进行了三年 双方前期战争其实只打了一年 后面在战场较弱的状态中 双方是边弹边打又进行了两年多 最后双方也只是签了一个停火协议 理论上目前南北韩还是处于战争状态 如果乌克兰战争也延续类似的模式 未必是件好事 如果俄罗斯真像爆料说的那样 一场战争下来又扩大了地盘 捞到了好处 那么会不会刺激中共 停而走险也攻打台湾呢 那么未来世界将面临更大的战争风险 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以色列国防军于11月中旬 在沙地难民营以北一英里处 组装了大型水泵系统 要饮水淹没哈马斯在加沙的地道 逼出武装分子 目前至少已建成五台水泵 每台每小时 可将数千立方英尺的水 从地中海抽入隧道 几周内就会淹没哈马斯的隧道 加沙下方 哈马斯建造了迷宫般的隧道 使以色列在加沙飞地的地面进攻变得复杂 到目前为止 以色列军队已经发现了 大约800条哈马斯的隧道 但他们承认真实的网络比这还要大 前香港政治核心成员 副秘书长周庭 星期日在社交媒体贴文 透露已离开香港到加拿大留学 他在受访时表示 大概这辈子也回不去香港了 但尚未考虑申请政治庇护 有学者忧虑 香港警方的做法 会进一步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有学民女神称号的周庭 12月3日 在他27岁生日当天 在社交媒体贴文 透露他今年9月 已离开香港到加拿大留学 并宣布12月底 不会就国安法案件 回香港向警方报道 引起各界高度关注 日本东京电视台 4日早上 播出了对周庭的专访 报道说 周庭次2021年6月 反修例运动 包围警总案刑满初以后 两年半以来一直沉默 没有公开发表任何讯息 周庭解释 是由于自己出现抑郁症 创伤后压力症等不同症状 在香港这三年 什么都做不了 周庭在最近的天文表示 向警方申请取回护照升学时 被要求写回过书 并在多名香港警方 国安处人员陪同下 到深圳参观 中国改革开放展览 以及腾讯总部等地方 了解历代中国领导人的辉煌成就 周庭表示 他回港后 再次被要求写下 感谢警方安排 使我了解祖国的伟大发展的信件 他说 这类亲笔信 数个月来写过好几封 而护照终于在出国留学前一天收到 但需要在大学假期时 回香港报道 周庭表示 他决定不会返回香港报道 大概这辈子也回不去了 如果他未来继续保持沉默 参观深圳时被拍下的照片 或许有天会成为爱国的证据 据美国之音报道 学者陈正中表示 周庭的流亡事件 可能进一步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甚至影响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人家来香港投资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他相信香港的法制制度 能保障他的生命 以及财产安全 他才会来的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11月29日一致修订并通过了 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 这个法案要求 美国总统在香港不再享有 高度自治权的情况下 取消对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 特定的特权和豁免 目前 香港特区政府在美国华盛顿 纽约及旧金山 设有经贸办事处 如果法案或参众两院通过 可导致这三个经贸办事处被迫关闭 这意味着香港将失去一切特殊待遇 哪些特殊待遇呢 评论人士江峰表示 第一 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没有了 香港相当于中国内地的一个普通城市 美国对中国施加的所有关税 包括征法性关税都将对香港执行 让香港授予繁荣百年的出口和转口贸易就废了 第二 香港可以获得美国技术转让的特殊待遇就没有了 这一条很重要 中共一直以来 从改革开放以后一直到这几天 一直通过香港走私和偷盗西方的 特别是国防高科技 这个路子就给断掉了 第三 1983年10月17日 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制度即将终结 也就是 根据美国政策法 美国原来是 给予香港港元可以与美元自由兑换的 那么这个优惠就没有了 市场看到 连续汇率制失效就会抢美元 到时候 香港自己都会自己抛港币买美元 所以这是金融核弹 一定会引发另一场金融风暴 中国房市继续超冷 一向坚挺的北京市二手房房价 也断崖式下跌 深圳 广州和上海等一线城市 也出现付不起房贷 免费送房的网络广告 尽管北京市住县委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11月份 北京二手房的网签量 同比上涨了16.7% 但北京市房地产市场 面临着严峻的现实 据华夏时报报道 北京市民林拉 在接受陆媒的采访时表示 很后悔当初买房 据林拉讲述 她在去年年中花费了820多万元 购入了北京四环的一套房屋 贷款50% 然而 今年10月份 林拉在一主群中赫然发现 同小区正在出售的一套 与自己户型一样的房子 报价比自己的房价 直接低了80万元 80万元只是报价 最终能以多高的价格卖出去 还不知道 很多一线城市的房价都在跌 上海深圳的情况 似乎比北京还糟 竟然出现了业主白送房的现象 因为房产价格 已经低于业主未还的房贷本金 许多业主急于将这种负资产脱手 所以就出现了免费送房 12月3日 网上传出上海卯主张贴的 买房送首付的广告 房主承诺 只要有人愿意承担后续贷款 就直接过户 广告上写道 该房产位于宝山区高近二村 2020年入手时 房价265万人民币 首付93万 当前月工总计13000 该业主说 自己以供房贷将近4年 现在不要首付和以赴月工 只要有人愿意接手 无条件过户 有知情者指出 业主虽然已无法承担月工名义 发广告 但接手的人会成冤大头 因为现在宝山区房价 已经降到和江苏差不多 该业主的房子 当前的市场成交价 估计也就150至160万 已经比剩余房贷还要低 独立电视制片人李勋 在经营论坛表示 深圳房地产市场 最近降幅大概在30%至50%之间 比如宝安区中心区的 花样年华军的房价 从420万降到了185万 降幅达到55% 而最可怕的是 房价跌成这样了 成交量同比只有 原来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 就是说你跌了还是没有人买 如果按照这个趋势来看 到今年年底或者明年 深圳的这些商品房 跌个百分之八九十 可能就是个大概率的事情了 基本上就是崩盘了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 订阅 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世事变幻 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